那我來看一下 其實數位蒙明明我現在開的網頁 這個是去年度 欸這去年的欸 20205月 去年度其實建材大哥也就開始有這個專案的構想的集出了 那時候也大概先透過一些便利貼法 例如說有比較工具類的建議 或者是想要知道什麼樣的內容 都有先做一些記錄 那那個時候其實像雨婷他也有先做了一個 因為畢竟這就是一個資料怎麼呈現的一些工作 prototype 所以那個時候他有做一個 他把農委會推薦給消費者這個月要吃什麼的水果 就做成一個很簡單的網頁 當然不是一個資料表而是比較圖卡式的 那就會比較好看 然後他也會應該是有聯動那個農委會的資料 所以一直有更新 所以是某一種耿消費者的一個看資料 網頁的一個工具 那還有就是說那時候也有試做一個timemap這樣的工具 那我今天有把早上有談了比較新的內容把它放進去 例如說他這個介面其實也是用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的一個 算是一個模板 就是使用者他只要給他Google sheet的一個檔案 那他把它 就是從 可能地理的欄位 時間的欄位把它讀出來在 這邊是有 這邊是有時間軸 那這邊就是地圖 那所以假設我們今天 往下跳的時候他會提醒一下說這一則內容 會在什麼位置 那或者是在下一則 例如說他說西邊的山櫻花在發芽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種小米 那這個可能是針對在芝馬庫斯或者是堅實香的一個經驗 那或者像水蜜桃過剩那可能也有做一些什麼樣的方案 那今天我們延續這個模式 比較著重在芝麻的 舉例舉例 但因為這個比較完整 而且都看得到三個地方的不同的芝麻 一個是那個大哥這邊的在宜蘭的 宜蘭其實 看起來是沒有大規模芝麻產區 但是大哥自己有試著種 然後也有抽成 那我剛才有跟大家問了一下他的田的位置 所以這其實實際上就是靠近壯圍那邊的一個農區 那在這邊的芝麻他分享到的就是說 在地以前就是其實也有在種 當然都是種給自己用所以量就不會多 那我們看看假設另外一個地區的芝麻 像這邊的也有芝麻的農友 那喜願的司總監他也 也蠻驚訝說這邊的芝麻一起鳥害就蠻少 相對他看全台灣的芝麻產區 可是可能 然後其他的農區好像還是會有這樣 或許只是有推斷說這邊是一個盆地地形 所以周邊的那個生態系是相對豐富一些 也可能是有一些猛禽類的去抑制 那這隻小麥都沒有被鳥吃 然後其他魚王長都會吃過 那我們來看一下真正台灣那個農產區 就是在台南 那我是以喜願有契作的 將軍區的農區 也就是他這邊的確就沒有什麼盆地 都是非常開闊的 我沒有旁邊有一個保護區 這隻並沒有 所以 或許他在這邊的鳥害或其他的情況就比較不一樣 然後這邊有提到說 在這邊要生長大概130天才會有收成 那以大哥在宜蘭經驗可能不會這麼久 當然高度也有差別 在這邊是可以長到可能兩公尺 因為南路是二騎座的 在宜蘭這邊然後二騎座 就完蛋了 這邊到東北紀錄 東北紀錄就沒辦法撞 所以我是撞不起 大概在70前後 所以 這個Prototype是說 除了時間軸跟地區之外 那也可以key像在這邊key一個特定的關鍵字去查 相關的 素材 這是今天 那 早上的這些討論如果依照流水 時間軸來看我們是有先記錄在這邊 那也包含像是農改廠 會有還是會有蠻服務農民的諮詢窗口 所以一般來說還是可以跟農改廠去做詢問 只是說他很難去做到類似像 更細緻化或者跟環境有關聯的一個 後續諮詢 這個比較困難 但應該還是有些基礎資料可以從那邊 把它整合出來 那大家有提到一個講法 就是說我們這些知識資料是 這個大量的小規模 如果是for大規模的 其實農改廠 農企業大概 那個知識經驗都已經在那邊 但是如果今天是想 小規模也好 比較是友善農業的做法 那會需要 這樣的知識來促成 各地的 農友來分享 所以在分享這個關鍵上 就會往下談說怎麼蒐集 那今天 大家大概有 拋出來的收集方法是說 像喜倫總監他有一些砌作的農友 所以他很直覺想到是可以在他 熟悉的農友的地區來舉辦類似今天的一個聚會 那這個聚會可能就會 會讓農友來針對特定作物 例如說針對雜糧作物 甚至應該要更細 直接針對例如說小麥作物 來聊看你的田區或我的田區 是怎麼樣的情境 那你為什麼會種這個作物等等 那所以這個是 聚會的部分 那避開農毛的世界 那還有就是說 那到底是全台灣都要做呢 這樣每個鄉鎮嗎 還是怎麼 怎麼抓出一個數量 那有個方法是抓那個氣候跟地理農業區 所以以宜蘭來看有可能就是兩個 圓山以北圓山以南 或者是在花東可能分的是縱谷線跟海岸線 這就是並不是從行政區來分 還是分那個農業特色區域 那還是要提供一些仿綱 例如說 為什麼要做這個種植 如果延伸一些內容可以收集 所以這樣的聚會有可能我們現在初步想到是 他有點像是類似像podcast的情況 那我們當然是要把它 錄下來 如果還來不及做文字化燈打的話 變成是指認出哪一個段落 例如說在第20分鐘的時候是集中彈 芝麻的作物 還有不同的農友 稍微這樣做歸納 變成是一些影像紀錄 那我自己也補充的是 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其實可以搭配那個地理衛星的影像 比如說剛才像大哥這邊宜蘭的那個田 一看到他就是在壯圍海邊 在那樣的行政區會應該會有更多的資訊 那我們今天進度大概就這樣子 看大家有什麼想法都會回饋 謝謝 謝謝